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里很富裕,一年可收足百单,14岁离家,到北京念中学,参加过著名的五四运动,复法勤工简学与周恩来,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回国后,他为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助手,曾与周恩来领导镇京中外的上海三次工人大罢工,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周恩来趁势未能呼风唤雨,李大钊说,是眼脑子快,很多问题对我很有启发,赵诗言有才有貌。 以此,他去参加党内的一个会议,发现被特务跟踪,怎么都甩不定,这时快到开会时间,正在他着急之时,对面走过来和他打败一模一样的青年,靠近来悄悄说,快躲进前面的饭店,我来对付特务。 此人原来是虚伪机关的女扮男装的夏之许,在他的掩护下,赵诗言逃过一劫。 夏之许如何知道赵诗言被敌人跟踪,因为李大钊常表扬他,他对他心生好感,十分关心他的行踪,所以有了这次暗中保护的事。 不久,他就和夏之许结婚了,1927年4月,蒋介石被判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处在心风血雨中,不断有人牺牲,也有人拖挡叛变。 以此,有人报告赵诗言,说陆遇叛徒敲诈勒索,威胁不给钱就要去告你。 赵诗言回答,绝不能给钱,以后遇到叛徒先想法甩掉他,摆脱不了就找组织,干掉他。 在他的提议下,周恩来建立了工人秘密武装红队,后成为科特,专门对付叛徒,特务,成为令敌人丧胆的武豪之姐。 5月,赵诗言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武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他以中共江苏省委成为代理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身份回到了上海。 7月2日,国民党特务根据叛徒的供词,闯进了四川北路治安房190号,赵诗言和妻子夏之许的住所,正巧赵诗言外出未亏,家里只有夏之许和他的母亲夏娘娘。 敌人在屋里蹲守,夏之许焦急万分,突然,夏娘娘从窗口望见赵诗言走过来了,不顾一切挣脱敌人,奋力将窗口当信号的花盆推了下去,可惜老天下大雨,赵诗言没看见花盆落下,走进了敌人埋伏的家,由此被捕。 开始,敌人对赵诗言只是怀疑,因为他对外自称是伤人,但是,在抄家时,他们发现赵诗言有一张由银行开出的相当于四万银元的银票档的经费,而全家人却在吃剩饭,于是,就怀疑他是共产党,因为只有共产党人,才能做出这样严于利己的事来。 后来又有叛徒指振,国民党当局终于确认了赵诗言的身份,赵诗言被捕食,身怀六甲的下之许不顾个人安危,跑去为王若飞送信,使得王若飞脱敌危险。 7月19日,赵诗言在上海逢,林乔叛兵永就义,年仅26岁,赵诗言是赵家的第一位烈士,他有一个妹妹叫赵君陶, 1926年与李硕勋结婚,李硕勋也是中共党员,也与周恩来是好友,1931年9月5日,李硕勋在海口就义,他与赵君陶的儿子叫李鹏,后来的国务院总理,就是赵诗言的外甥,新中国成立后, 下之许为中共著名的七大姐之一,历任武汉市委组织部长,秘书长,国家清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等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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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